人老了 有三个秘密不要对外说 越不说越有福气 一 人 到了晚年 就像随风挑扬的芦苇一样 对于这世间的事 仿佛看淡了 仿佛 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成为过去 但是 每个人活着 心中都会有遗憾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即使 很想看淡它 放下它 但是 它们却像翻涌的海浪 时不时在心中 脑海中 涌现出来 在晚年 常常因为孤独 而总是想与他人唠嗑 傅玄曾说过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人到了晚年 一定要谨记或出口出 要守护好自己的秘密 有些秘密 要一直藏在自己的心里面 不能向外人过多地流露出来 人老了 有三个秘密 不要对外说 越不说 越有福气 二 不要将自己的存款 退休金 向任何人透露人心 经不起金钱的试探 任何时候 不要用金钱 去挑战人性的底线 更不要用金钱 试探人心 走探分 金钱往往成为真正情义的障碍物 存款 退休金 这些是自己晚年的生活保障 如果 随意将自己的存款 退休金告诉他人 就会招人惦记 一旦透露了这个秘密 带给你的不是安稳 而是无穷的麻烦 就是自己的子女 也不要轻易地向他们 透露自己的存款和退休金 以免发生家里子女几个 惦记父母的钱 不愿意努力奋斗 甚至 因为争抢父母的积蓄和退休金 而闹矛盾 使得感情不再和睦 金钱 有时会让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 产生纠葛 导致亲情变淡 所以 一定要守好这个秘密 切记别让金钱 扰乱了珍贵的亲情 最终也会含了自己的内心 三 不要将心中忘不掉的人 说出口 守住家庭每个人心里 可能都有一个总是忘不掉的人 但是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不要想着就是重提 心中的那份像白月光的爱情 那个念念不忘的人 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一旦这样做的话 会让晚年的你 家庭关系变得十分不和谐 到了晚年 退休过后 空闲时间会很多 难免会变得很怀旧 会想起以前的事 进而随着回忆加深 就会将心里一直忘不掉的人 从记忆深处拉出来 总觉得 曾经的自己 不懂得珍惜 所以错过了 心中遗憾 感觉到酸楚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时光不会回头 人也不要回头看 为了家庭的和睦 不要将心中忘不掉的人 说出口 守护好自己的家庭 一定要控制自己 一定要守护好这个秘密 就将一直忘不掉的人 封存在自己的回忆当中 组建一个家庭不义 一定要懂得珍惜 有始有终 别让过去的事 过去的秘密 毁掉当下的所有幸福 四 对亲戚和子女再有意见 也不要随口张扬博朗宁 能宽容别人 是一件好事 如果能将别人的错误 忘得一干二净 那就是最好的 宽容是一种美德 宽容别人 就是宽容自己 到了晚年 要将自己心胸放得更开 要时刻保持 对他人的宽容 就算对亲戚和子女 意见再大 不要凭借着长辈身份 不顾情面地随口就说出来 都挺好中的苏大强 到了晚年 觉得自己女儿 儿子对自己不够好 不够孝顺 就会随口张扬 就会随口张扬对儿女们有意见 他将整个家里搞得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并且还让子女的生活 也变得混乱不堪 到了晚年 与亲戚或者子女在一起 即便产生了矛盾 产生了意见 也不要随意诋毁对方 对亲戚 子女 再有意见 也一定不要说出来 当成一个秘密 去守护好她 人老了 多学会就是论事 解决问题 同时 经营好与亲戚和儿女的关系 晚年会更加幸福 言多必诗 管住自己的嘴 是一种智慧 人老了 已经活了半辈子了 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 许多 因为管不住自己嘴的人 而惹了众多麻烦的 比比皆是 遇见有些事 看不惯也好 看得惯也好 都不需要去过多地评价 万事万物 一切随她去 有时候 需要将自己的真实想法 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不能对任何人说道 以免给自己招致更多的麻烦 管住自己的嘴 守护好自己内心秘密 有些事不要去说 如此才不会招致麻烦 才会越享福 这几天雨下得大 爷爷没事就找我喝茶聊天 爷爷说 这雨啊 下得大 土软得很 植物也长得快啊 土软而湿润 万物生长就快 是好事 但是一个人如果心太软 却不是什么好事了 心太软的人 往往就是命薄之人 我们一定要懂得及时醒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转运 才能让自己命运 变得厚实起来 听了爷爷是教会 我懂得了不少道理 就一一记录下来了 首先 心太软的人 往往会过度老实 爷爷说 一个人心太软 不是什么好事 心太软的人 往往在性格上 偏于软弱 显得过得老实 一个人过度老实了 那么就可能给自己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有些人 喜欢欺软怕硬 喜欢捡软狮子捏 当他们看到老实芭蕉的人 就喜欢把坏事 往他们身上推 把难事往他们身上扔 久而久之 过度老实的人 就成为了 人人可以欺负的对象 这样一来 过度老实的人 生活就不会快乐 日子也过得灰色掉 自然就显得命薄了 其次 心太软的人 往往喜欢钻牛角尖 爷爷告诉我 一个心太软的人 除了性格趋于老实之外 他们遇到事情 还往往找不到出口 显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于是 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他们唯唯诺诺 他们自我营造一个牛角尖 让自己钻进去 在这样牛角尖里 他们作茧自负 却难以勇化成蝶 自然就成为了一个 封闭的人 一个人命运不济的人 而这 其实就是一个 命薄之人的显著特征啊 第三 心太软的人 生活往往比较卑微 爷爷说 心太软的人 除了性格 过度老实 喜欢钻牛角尖之外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为人处事 也存在着问题 在生活中 他们因为自己 心软而过度仁慈 他们对人对事 都不敢发声 更不敢随意地评判他人 所以 他们在生活中 就显得比较卑微了 一个自我感觉 卑微的人 自然会感觉 自己活得不自在 活得很封闭 很沉闷 对未来 也没有多大的 设想和追求 这样一来 自己的命运 自然就显得 单薄 而无奈的了 第四 心太软的人 容易生闷气 而得病 爷爷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其实 命薄之人 在很多时候 会在他们的身体健康上 呈现出来的 一个人心太软的人 因为感到卑微 感到压抑 所以 他们很多话 都不敢说 很多情绪和愁苦 都不敢发泄出来 这些不良的情绪 长时间地压抑在心里 久而久之 就可能对我们的健康 产生影响 严重的 甚至还会给我们 带来一些疾病 一个人 在灰色调的生活里 得了某种疾病 每天过得困苦不堪 到了晚年 就会显得晚景凄凉 那么 这样的人 自然就成了 命薄之人呢 朋友们 听了我爷爷的话 你们是否对 命薄之人 有自己自己的理解的呢 是啊 人活着 活得开心 活得快乐 活得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最为重要 一个人 如果因为自己心太软 而让自己陷入生活的 种种困境中 那么 我们的一生 就会显得卑微 显得单薄 显得命运不济 这样的结果 其实就是一种 命薄的表现了 朋友们 为了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要懂得 及时醒悟 才能转运 从而遇难成祥 千万不要陷入 心太软的困境中 难以自拔 从而让自己的人生 显得困苦不堪的了 缘分 命中注定 缘分 是非常奇妙的 缘来缘去 缘起缘灭 皆不由人 无人可以预料缘分什么时候来 也无人可以预料缘分什么时候会走 一切来去 都是难以捉摸的 缘分 是命中注定的 你是谁 你会遇见谁 又会跟视在一起 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 缘分 从来都抢求不了 也是难以躲开的 属于你的缘分 怎么躲也躲不掉 不属于你的缘分 怎么祈求都不会来 命中有时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抢求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一切都是天意 真正跟你有缘的人 早晚都会相遇 终究也有一个人 跨越千山万水 只会找到你 而跟你无缘的人 始终都会分开 注定不会长久 人活一辈子 会遇见很多人 也会跟很多人告别 那些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 无论是擦肩而过 还是陪伴了你一成 相遇都是缘分 他们的出现 绝非偶然 而是必然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 都教会你一些东西 所以 人生所有的遇见 都是天意 人这辈子 会跟谁在一起 也冥冥之中 安排好了 缘分天注定 半点不由人 有些人注定会错过 有些人最终会留下来 奈何缘浅 何必情深 人生如过客 何必千千节 始终有一天 你会明白 相遇有相遇的道理 错过有错过的理由 一切皆是命中注定 无论是遇见谁 好的 不好的 对的 错的 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尽管顺从天意 一切随缘 一切顺其自然 张爱玲说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哦 你也在这里吗 缘分有时候 就是这要巧 一切来得刚刚好 遇见就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注定了爱情的起点 却不知道结束的时间 想起张爱玲写的半生园中的顾曼珍和沈士军 相遇的时候 也是非常美好的 两个人在公交车上相遇 因为顾曼珍忘记带钱包出来了 是沈士军为了化解了尴尬 这是两个人遇见的开始 有缘之人 还是会有机缘再见的 顾曼珍回到了公司中 发现新来的同事居然是刚刚为自己 付钱的陌生好心人 从而 两个人在工作接触中 更加熟悉 渐渐地也产生了情愫 相互喜欢上了 以为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就可以牵手走一生 却没有想到缘分 也还会有逆转方向的时候 两个人后来 阴差阳错 就错过了 一切皆是一难平 真的是缘分不由人 来时很惊艳 走时令人舍不得 注定无法在一起的两个人 即使心中想念着对方 也还是无缘在一起 多年以后 莫问今生对与错 不言红尘是与非 人这一生 面对缘分 随缘就好 从容地接受所来的一切 坦然地看开失去的一切 人生就像是一列有去无回的列车 一路上会遇到有人上车 也有人下车 谁也无法陪你走到最后 而我们还是要感恩相遇 你陪伴我一程 我便念你一生 即使缘分不由人 一切相遇 都是最好的安排 得到的好好珍惜 失去的学会放下 一切随缘 一切顺其自然 因为没有完美的人生 总会有遗憾的 人活着 就是要学会释怀遗憾 活在当下 不必活得太执着 懂得一切随缘 心情就豁然开朗了 人这辈子 不管遇见谁 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恩 都是命中注定的人 而相遇 总是伴随着别离 缘分地来去 或是长达一辈子 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我们也应该心存感恩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看这三句话 很治愈 人这辈子 活的就是心情 不要糟蹋自己的心情 要开心每一天 人生苦短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不要愁眉苦脸的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我们常想一二 不思八九 让自己减少烦恼 多一点快乐 舒心地活着 就是幸福 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也要想开一些 不要抱怨 不要一直放在心上 要学会释怀 人活着 为了什么呢 活着就是为了未来 你要好好顾好自己的心情 别不开心 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看这三句话 很治愈 一 不要为了烂人 烂食生气 不值得 人活着 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 时间一去不复返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时间 不要为了烂人烂食生气 而浪费自己的时间 即使生活中 遇到了一些不讲道理的野蛮人 我们也不要计较太多 更不要因为一点鸡皮算毛的事情 而生气 跟他们纠缠 有一句话说 人活着 没有什么人和事情 值得你去伤害你自己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你自己 我们与别人相处 即使有些事情 令你很生气 令你情绪波动 我们还是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不能长期生气 更不要为了不值得人而闷闷不乐 别人越是故意气你 你就越不能大回事 不必放在心上 更不要去跟别人较真 不管别人做什么 你不生气 就是赢了 二 不要为了离开你的人而心情不好 不在乎了 就是最好的回击 当你非常恨一个人的时候 最好的回击方式 不是去陷害对方 而是对别人说一句 随便你怎么做 我不在乎了 不在乎了 就是最好的回击方式 想起 说是爱情中 男主的前女友时隔多年回来了 还住在她的对面 这对男主来说 真的是一件不知所措的事情 当时 男主也一直因为这件事而不开心 又没有说出来 自己也不好意思回家睡觉 而一直住旅馆 后来男主想通了 告诉了前女友 你不要因为我而搬家 你喜欢住在哪里 就住在哪里 因为我现在不在乎了 果然 一句不在乎了 才是真正的放下 只有但当你学会放下往事 不再执着某个人 某件事 你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 三 走自己的路 别解释太多 讨好别人 不如取悦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想过的人生 我们行在人生道路上 不必太在乎被人对你的评价 不要总是去讨好别人而委屈你自己 我们总是太在乎了别人的木管 就容易让自己心情烦恼 委屈求全是不行的 你要活得潇潇洒洒 拿得起放得下 敢爱敢恨 过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自己的人生 才是最幸福的 在生活中 别人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 我们管不住别人的嘴 那就管住自己的心 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改变自己的心态 不管多么辛苦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才是最棒的 人生不过百年 善待自己 照顾好自己 别总是让负面情绪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看淡得失 看开成败 计较少一点 包容多一点 过好自己的生活 心情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人老了 才知道 上了年纪 去别人家做客 门友三不进 一 尹延 布莱恩 特雷西说过 你和你的人际关系 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和你的成功 人生路上 选择朋友 就像一场棋局 需要你观察对手 制定策略 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 只有这样 才不会让自己进入低质量的圈子中 一项研究发现 与高质量的朋友交往 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而与低质量的朋友交往 则会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 上了年纪 去别人家做客 也要审视对方的家庭背景 避免让自己陷入无谓的纷争之中 有三种家庭的门是禁不得的 要谨慎 二 不禁利益纠葛太多 复杂的家庭 利益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进入利益纠葛太多 复杂的家庭 可能会被卷入一些争端中 损害个人利益 去别人家做客 也会没有快乐 导致彼此不花而散 托尼 布兰肯豪恩说过 人们总是会把他们自己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这是一种本能 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自己的利益 和他人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人老了 更倾向于安静舒适的圈子 没必要把自己掺入复杂的利益圈子中 一个人的家里 利益纠纷太多 必然家庭关系也是不和睦的 去他家做客 就有可能引来太多的麻烦 影响心情 而且 去了利益纠纷太多的家庭 也很容易卷入利益关系之中 导致自己进退两难 人到了晚年 去别人家做客 选那些少利益冲突的家庭 因为 他们往往不爱计较 为人更为真诚与大方 三 不尽是非多 家里不太平的家庭 到了晚年 不要去是非多的家庭做客 因为 你可能会惹上是非 让自己两面夹击 清代文人吴伯雄 他的好友家中 发生了一些矛盾 请求他去帮忙 吴伯雄不想自己陷入是非之中 只答应在花园见面 不进好友的屋子 在与好友的闲聊中 了解对方的家庭矛盾 吴伯雄始终保持警惕心 委婉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给了相关建议之后 就让好友自己去化解家庭纠纷了 与人来往 不尽是非多 家里不太平的家庭 要尽量避免让自己身陷 等不关自己的事情中 不然引起争端 加剧了对方的家庭矛盾 会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别人家的是非 永远不要干涉 不要插手 因为每个人的家里 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给予的建议 你管得太多 都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四 不尽人品不好 不可靠的家庭 人生一辈子 会有太多的际遇和缘分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但不是都会和你成为朋友 也不是遇到的每个人 都适合同行 陶行之说过 与其说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好 不如说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不好 和品德高尚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变得更好 反之和人品不好的人来往 自己也会受到污染 去别人家做客 如果发现 对方的人品不好 就不要进他家的门了 到了晚年 不进不可靠的家庭 避免因为交往不慎 而带来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 生活中 常有被朋友背赐的事情发生 没有深入了解对方 就付出了信任 结果受伤害的是自己 朋友 是人生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对于朋友的选择 直接影响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质量 因此 在选择朋友的时候 都需要认真思考和决策 对于那些喜欢争夺利益 搬弄是非 人品不佳的人 要尽量远离 以免受他们影响 打破自己原本稳定的生活节奏 人老了 多和人品可靠的人来往 会让晚年生活更加舒心幸福 人在职场 要与这几种人保持距离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人在职场 不管是否想要选边站队 加入某个小圈子 还是一直坚持中立 努力做自己 都要提醒自己 与以下几种人保持距离 如此 才能避免招惹麻烦 甚至是惹祸上身 一 与看不起自己的人保持距离 井水不犯河水 才能远离祸端 看过这样一句话 有的人再差劲 也会被吹捧 有的人再优秀 也会被人瞧不起 职场上 很多人都长着一副视力眼 前一秒还笑意盈盈 下一秒或许就遗止气势 原因就是吃软怕硬 对强者谄媚 对弱者欺压 早已经成为了习惯 生性老实本分 性格温柔善良的人 时常会有一种被人看不起的感觉 如同《红楼梦》中周瑞家的送公花 一大圈走下来 最后才送到林黛玉那里去 为此 林黛玉说了一句 我就知道 不是别人挑剩下的 也不会给我 表面上看起来 是他又在耍小性子了 实际上精通人情世故的周瑞家的 何尝不知道 要先送谁后送谁呢 只不过 他只是称自己糊涂了 便搪塞过去 职场上 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 最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 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区别对待 以此挑衅和激怒那些 他所看不起的人 比如 大家一起到食堂聚餐 那些看不自己的人 就故意大呼小叫 嚷嚷着还有谁没到 赶紧打电话通知 做出无比关心的样子 可对于姗姗来迟的自己 却一句招呼也不打 这种冷眼相待 就是明显的轻视 再比如 好几个同事在一起聊得起劲 可自己一加入 他们就立即不作声了 很快就冷场 迅速散去 这种不搭话 也是摆明了态度 就是看不起 当然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绝大部分是出于极度 工作上拼不过 就到处拉拢人心 恶意排挤 如果自己怒火攻心 忍不住针锋相对 成天不是闷闷不乐 就是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 就正中他们的下怀 你越是像钢一样直 也就越容易折断 唯有置之不理 保持距离 才不会让这种 无比锋利的恶意伤到自己 二 与领导身边的红人 保持距离 才能不迷失自己 人在职场 想要稳稳立足 很多人都热衷于找靠山 如果不能赢得一把手的信任和器重 能够讨好他身边的红人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进水楼台先得月 所以 领导身边的红人 比如 领导的司机 学习很低 工作水平很低 却能够与领导 称兄道弟的闲人等等 他们变成了很多人八戒讨好的对象 不管是平常打招呼 都要热情三分 还是没话都要找话说 领导身边的红人 走到哪里 都会被以礼相待 厚爱三分 当然 涉及平忧平先 各种好处 自然也会优先考虑他们 以便为自己拉好感 便于以后找他们帮忙 看起来 这的确是找靠山的有效方法 但对于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关系 也不愿放下自己的清高的人来说 非但不能分得一杯羹 反倒很可能落的里外不是人 就像同一件衣服 穿在别人身上就显得阳气 而穿在自己身上 就是吐气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是不同的 到不同 不相与谋 面对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 最好的办法是远离 因为简单的人 如果在复杂的人堆里混 只会沦为棋子 沦为替罪羊 沦为笑柄 与其让自己低三下四去求助别人 不如花时间充电学习和悦纳自己 因为当你自己不够优秀 没有出类拔萃的实力时 认识谁都没有用 三 与负能量满满的人保持距离 才不会拖垮自己 某知名创业导师 在回顾自己的奋斗之路时 提及对他影响 置身的一个人 他大学时期的班长 在刚毕业的头几年里 毕业于师范院校的他们 大部分都成为了老师 拿着不多不少的工资 过着操心不已的日子 抱怨的最厉害的是班长 教书生活与他的理想 实在相差太远 他有一套充满激情的创业计划 毫不保留地分享出来 结果 二十多年过去 班长没有辞职 只有后来功成名就的 女创业导师辞职了 坦言 自己辞职后 很长一段时间 都处在摸爬滚打的艰难境况里 各种新问题接踵而至 而在现实的重压下 他没有时间哭泣和抱怨 只想着用最省时省力的办法 将难题化解 几年之后 他终于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事业有了起色 并渐渐发展壮大 到后来 成为了知名人士 由此 他得出了一条职场真言 远离负能量满满的人 否则只会被同化 被吞没 职场上 不乏自己不愿意进步的人 还要狠命拉个垫背的 好让自己不孤单 那些开口闭口 就是怨天尤人的人 他们早已经打定主意 这辈子就这么混了 他们放逐了自己 无所事事之余 便开始祸害他人 似乎和自己站在同一阵营的人越多 他的所有无赖行径 也就合理化了 不会被人诟病了 所以 和负能量的人保持距离 就是保护自己那份依然存在的上进心 才有可能在种种困难面前 屡败屡战 最后实现逆袭 职场中 看你笑话的人 远比期待你成功的人多得多 你要时刻提防 不要落入他们的陷阱 你要时刻警醒 远离那些将你带天的人 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 勇敢地前行 遇见你 就是预现人生的美好 在红尘中 我们的每一次预现和每一次擦肩 但愿都能换来你的惊鸿 一瞥和回眸一笑 我们都是生命中的过客 来去匆匆 但愿遇见你 就是预现了人生的美好 遇见你让我看见了明媚的太阳 遇见你 让我相信 人间有真情 在我挫折时 遇见你 让我相信 还能勇敢地来一次 我看到你鼓励的目光和真诚的心 让我还能看得现 未来 你给了我飞升的勇气和力量 在我迷惘时 遇见你 你会拨开迷雾 引领我向前 越过沼泽和陷阱 越过看不见的诱惑 拉紧我的手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带我走一条光明的路 在我受伤时 遇见你 谢谢你能包扎我的伤口 人生有太多的伤疼 意外和不如意 遇见你 让我相信 这世间有超越亲情的关怀 和人世间的大爱 在我们无助时 像亲人一样施以援手 在我微笑时 遇见你 你会和我一起微笑 共同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这个世间的快乐 有我有你共用 才能够圆满不残缺 在我登上风顶时 遇见你 你会和我拥抱 送上祝福 这条路你走过 知道旅途的艰辛和磨难 知道坚持的不易 汗水泪水 我们都流过 你和我鸡掌 而歌 唱一次人生的辉煌 愿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一个美好的故事 遇见你 却是我人生中的传奇 遇见你 我不再庸俗 不再抱怨 遇见你 我脱胎换骨 是你洗去了我心灵的尘埃和污渍 遇见你 我相信 生命在左缘分在右 我相信 真的有前生和来世 只因为我们今生在尘世间遇见 惺惺相惜 谢谢你 让我今生在尘世间遇到了你 我的父母 我的爱人 我的孩子 我的老师 我的朋友 还有那些熟悉的 陌生的人 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的人 多半有这击重思维模式 百拉图说 人生最遗憾的 莫过于 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固执地 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在坚持和放弃之间 我们一直都在摇摆不定 有的时候 我们坚持了很久 忽然发现自己是错误的 坚持下去也毫无意义 有的时候 我们已经放弃了 忽然发现 放弃是错误的 如果不放弃的话 自己也会大有所谓 犹豫不决的人 在任何一件事上 都不会坚持太久 还要被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困扰 坚持就是胜利 这样的道理 谁都懂 可是就是做不到 你为实魔坚持不了 今天就放弃 多半是因为以下几种思维模式 想要放弃一件事很容易 想要坚持 做下去很难 而我们却总是在为自己的为难思想找借口 一 这山望住那山高的思维模式 你总以为幸福在别处 没有一个岗位适合你 因为所有的岗位都需要付出劳动 世上就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并且 你会觉得 自己的付出和收获 是不对等的 你的付出太多 得到太少 你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 都会觉得不公平 小城市的人 已为大城市里有很多的发财机会 看到大城市里的人 一套房子就价值千万 个个都是富人 心里就痒痒的 恨不得马上去大城市里工作 几经周折 一个小城市里的人 终于到大城市里工作了 可是 大城市里的工作 也分三六九等 你还是不会满意 你总是以为 别人的工作很轻松 收入也不错 别人的家庭很幸福 自己的家庭很烦恼 当你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 你就会轻而易举地 放弃现在的一切 因为你置不在此 二 没有自知之明的思维模式 你总以为自己是千里马 我的同事小赵说 真的没有想到 我一个硕士生 居然在县城工作 我也太委屈自己了 上个月 小赵提出了辞职 上次对小赵说 你要去更好的地方发展 我不拦你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 凭你的工作能力 到底能找到多好的工作 小赵不以为然 他辞职后去了深圳 兜兜转转好多天 高不成低不就 身上的钱也花光了 工作也没有着落 小赵就犯了 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 他以为自己的学历高 一定可以找到 既轻松又有高收入的工作 可是他不知道 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 不等于机会到处都是 很多人 以为自己是千里马 是因为没有遇到伯乐 导致自己活得很累 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 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不是千里马 而是很普通的人 当你高估了自己之后 你就会轻易放弃 现在的工作 去寻找更好的工作 你真的不甘心 一生平凡 三 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模式 你总是习惯放弃 就没有办法坚持 没有人轻轻松松成功 也没有人可以一夜报复 但是总有人轻轻松松放弃 也有人一蹶不振 有的人 一年之内 可以换五六份工作 可以从南方 走到北方 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当一个人 可以随随便便放弃工作 放弃创业的计划 那么他就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耐心了 一开始做事 就会心烦意乱 觉得自己入错了行 一个人 越自律 越成功 能够在某个行业里 成大器的人 是这个行业里 做得最久的人 一个人 习惯了放弃 那么 他在任何一个行业里 都是入门级的人物 根本就 没有成大器的资历 四 轻信别人的思维模式 你总以为别人的建议是对的 有的人 总是怀疑 自己的想法 是错误的 总是喜欢向别人征求意见 在主观意识上去依靠别人 一百个人 就有一百个建议 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没有人说得清楚 如果你相信别人的话 都是真的 那么你就会 左右为难 或者你选择了 其中一个人的建议 按照他的建议去做事 结果过了几天 你发现另外一个人的建议 更加正确 三人行必有我师 做人要谦卑 把别人当成老师 但是你还要懂得 择其善者而从之 你不能把别人的话 都当成真理 要懂得如何选择 认真辨别 轻信别人的思维模式 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产生怀疑 会情不自禁地放弃自己的理想 你身边的好人越多 你就越犹豫不决 越会错失良机 五 未来很迷茫的思维模式 你觉得坚持下去 也没有意义 你为食膜迷茫 焦虑不安 当你走出校门的那一刻 你浑身充满了力量 以为自己可以大干一番 成就一番事业 但是你在社会上混得越久 你越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幼稚 小时候 你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数学家 太空人 长大以后 你的理想是多赚钱 买房子 买车子 照顾父母和孩子 理想慢慢变成了空中楼阁 你就觉得自己的理想毫无意义 也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当你准备放弃一件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件事已经毫无意义了 继续坚持也没有结果 与其瞎折腾 不如退而求其次 做一个安逸的人 六 为首为尾的思维模式 你总以为坚持做一件事很难 不敢挑战自己 你有没有前怕狼后怕虎的想法 你觉得做什么都难 难于上青天 当你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再去放弃一件事 就容易多了 难和意是两个对立面 你要选择容易的一面 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你要选择迎难而上 才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当你从不畏惧困难 从不仁云亦云 坚持做中流砥柱的时候 你坚持越久 你就越有出息 人是社会上混 谁都不容易 如果你想好混得容易一些 你就必须是吃过大苦的人 必须是坚持到最后的人 有这四个特质的人 才会有高层次的人生 一个人的层次 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 也不是学历和知识程度 而是只为人处事的修养 和一个人的心胸 格局 以及在生活中 识人断食的能力和智慧 事实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 及文章 高层次的人 懂得人情世故 事态炎凉 对人性动若观火 明察秋毫 却又看破不说破 心态平和 处事冷静 一个高层次的人 心胸是宽广的 淡定从容的 一切都包容接纳 却又不急不躁 不温不火 既容纳的下地位 比自己高的 大人物的风光 尊严 也放得下 小人的嘴脸 与贪婪算计 对至真至纯至善 欣赏推崇 也对自私冷漠 贪嗔爱恨怨仇 不会计较 高层次的人 你骗不了他 他对你的目的 清清楚楚 高层次的人 是不会动心的 他能冷静地 处理和别人的关系 看淡名利 毁育不济 高层次的人 是历经世事 沧桑后的平静 看透人情冷暖后的平和 触遍不经后的淡然 高层次的人 都有这四个特质 一 知行合一 人生说到不如做到 一个人最大的失败 是只想不做 只有那些证明了自己的人 才会成为生活的佼佼者 把自己变成了优秀的人 也会让别人刮目相看 高层次的人 并不会标榜自己 甚至只说不做 而是知行合一 能够成为别人的表率 却又不会沾沾自喜 高高在上 一副得意的嘴脸 知行合一 既是一种修养 也是一种努力和坚持 人生所达到的高度 都是自己努力攀爬的高度 那些所有艰难和魔力 会让一个始终坚持的人 说到做到的人 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 知行合一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责任 自己做不到 不会强求别人 高层次的人 注重的是自己 对道德的践行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感化别人 而不是对别人指手画脚 二 淡定从容 一个人看过了大风大浪 经过了世事无常 看透了人情冷暖 才会有内心的波澜不惊 处事不慌 人生处死无大事 一切都会过去 得意诗意都是平常事 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会淡定从容 不会形于颜色 人生不是未明就是未立 高层次的人对名利心 早就已经放下 得知我性 失之我命 并不会对名利 盈盈狗狗 积极以求 高处不胜寒 才多必遭急 人生没有大喜 也就没有大悲 把一切都看淡 才会有内心的安宁 高层次的人 对人生的变故 不会惊慌失措 而是能够冷处理 能够做到触变不惊 临危不乱 既能保全自己 也会救度别人 对时事的把控能力 对大事的决断 能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书 淡定从容更多的是一种修养 是一种历练 我自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 把自己的心灵清空净化 看淡一切 放下一切 才会有淡定从容的生活 三 毁欲不济 高层次的人 面对别人的毁欲击棒 不会计较 不会争辩 不会和烂人烂事纠缠 一个人的内心是干净的 何必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 哪个人前无人说 哪个人后不说人 自己站得直立 走得正 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歪 做人做事 问心无愧 光明磊落 别人的毁欲击棒 何必耿耿于怀 时间会证明一切 事情也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别人的唇枪舌剑 并不会伤及一个人的真正清白 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有多少人喜欢你 就有多少人讨厌你 面对别人的毁欲击棒 高层次的人一定会一笑而过 淡然处之 既然舌头藏在别人的嘴里 当然 说什么都是人家的自由 既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又何必去自讨烦恼 既然走自己的路 就不怕别人去说 高层次的人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有自己的道德和人格 毁欲击棒 又能伤得了我几分 四 格局智慧 独当一面 高层次的人 也许不会处高位 想富贵 但一定会有自己的心胸格局 有自己的气魄 有自己的德性智慧 能够处理大事 独当一面 却又懂得功成身退 保全自己 一个人的修养 在决定时局 左右命运的时候 才会显出 他的智慧和魅力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有胆识魄力 才会临危不乱 做出正确的选择 改写一群人的命运 很多时候 那个临危受命的人 能够独当一面的人 平时并不会显山露水 但在危难的时候 他一定会挺身而出 一个人的格局和智慧 是冷静观察来的 是长时间的论证 和思考的结果 层次高的人 不会为上位费尽心机 但一定会为大多数人 谋福利 这就是不同的三观 会有不同层次的人 一个人的格局和智慧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修养来的 高层次的人 内心是冷静的 善于观察和思考 他们往往会有 别人看不到的第三只眼 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危机和机遇 却会在最紧要的关头 出谋划策 挽救时局 一个人的修养 就是修的自己的心 并不是简单的事 高层次的人 都有以上四个特质 愿有心的人都能做到 人活着要争气 一 其实一个人活着 都是在争气 都是在争一口气 这口气 你不得不争 这口气 如果你不争 你就会郁闷 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 不如意的事情 总是缠绕着你 不如意的事情 总能够让你不开心半天 思来想去 自己为什么而生气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用 所以才会生气 生气只是懦弱的表现 生气只是懦夫的体现 再生气 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所以 默默地告诉自己 不要生气 要争气 你只有足够争气 你才能够触碰得到 你想触碰的阳光 你才能够触碰得到 你想触碰的幸福 争气吧 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自己的身上 把所有的时间 都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一边努力 一边告诉自己 加油 人活着 除了争了一口气 还是争一口气 只要这口气还顺着 只要这口气还在 你就没有理由不去争气 二 人活着 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就是为了争那一口 你怕我不好的那一口气 你越是希望 我过得不好 那我就越过要过得好 你越是 希望我过得狼狈 那我就越过得体面 你越希望我过得不开心 那我就越过得快乐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左右别人的言语 不能够左右别人的思想 但是我们能够左右自己的言语 左右自己的思想 当别人怀疑你 当别人指责你 当别人嘲笑你的时候 你就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 默默地发力 悄悄地成长 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让那些 曾经取笑你的 曾经看不起你的 一个个的 再也不敢 人活着 只有自己做到了 自己问心无愧 自己也争气地做到了 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那你就是赢家 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眼光 不重要 重要的是 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见识 自己的格局 你可以说我不好 但是我却从不否定自己 我一如既往地深信自己 我一如既往地支持自己 我坚持着 这就证明 我是赢家 三 人活着 就要为自己争一口气 不要让碌碌无为 消磨了自己的意志 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 你要深信的事 你要相信的事 只要你决心去做的事 只要你用心去做的事 一定能够成功 你付出的努力 你付出的坚持 所有的一切 都会春暖花开 人这一生 容易的事情 谁不会做 遇到困难 发一发脾气 很容易 但是 你要是忍住这口气 把这口气化为你的动力 一直在努力的路上 那么 你就是赢了 你不仅仅收获了你自己 你更加赢了别人眼中的自己 气 气什么 不要气 急什么 不要急 你尽管悄悄的 你尽管全力以赴的 好好的去成长 好好的去提升自我 其他的一切 就交给时间吧 四 人活着 为什么要争气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答案 因为我不甘心 今生的自己只是这番模样 很好的努力方向 很华丽的转身 因为心有不甘 所以一直努力着 所以一直挣扎着 所以一直坚持着 虽然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到底会成为什么样子 但是我能决定的是 现在的我能够成为什么样子 我不屈服于命运 我不屈服于自己 我不投降 我不懦弱 我不逃避 我想要改变我的命运 就从争一口气开始 争好了这一口气 我会发现 一切都会渐渐的好起来 为自己争一口气吧 哪怕自己再累 哪怕自己再苦 哪怕这个世界再冷漠 哪怕有一大堆人等着看你的笑话 人生在世总得做点什么 人生在世总点会点什么 人生在世总得坚持点什么 这一辈子活着 争气就是你最美的模样 五 人活着 争一口气 不仅仅是争一口气地理 更是争一口气的气 有理 我就争 没理 我也不谢 最主要的是 你争的是你自己内心的一口气 你争的是你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 这一口气 是郁闷的气 你不开心了 你不快乐了 想要让自己过得开心 想要让自己过得快乐 很简单 那就是把这口气处理好 成年人的世界 好像对谁发火都不是最合适的 只有 把这口气 把这团火 化成力气 悄悄地让他发泄完 做好自己 管别人那么多干什么 别人又不会给你钱 告诉你日子该怎么过 嫉妒你的人 就是不让你如愿 而你的不如愿 就是不让嫉妒你的人得逞 你气吧 你就用力地气吧 反正我不生气 我要做的事 我要让你生气 人活着 哪怕再不如愿 哪怕再不如意 也要对自己 有信心 好好努力 属于你的将来 定是闪闪发光的